男子雙腳在原地來回踏步 看見有人上前 還撿起路邊水管假裝嬌滑 其實男子是名逃逸的偷渡嫌犯 還選手6號在宜蘭外海 逮獲了40名越南籍的偷渡犯 破獲了最多人數的偷渡案 風光開了記者會 沒想到7號傍晚 卻有名男偷渡犯 在押解的過程中 從車窗逃出 當時候車上兩名茶器員 後座塞了三名偷渡犯 其中一個男子說 頭痛想吐要求停車 茶器員拒絕只開窗讓他透氣 沒想到狡猾的男子 竟然奮力壓下車窗 掙脫解開手銬跳車逃逸 而三名嫌犯只用了兩副手銬 讓相關單位坦承舒適 就是這名男嫌犯 當天在宜蘭東山逃逸 下車之後跑得不見人影 經過調查 他曾經來過台灣是北越人 嫌犯身手敏捷 疑似受過專業軍事訓練 力氣之大 竟然可以掙脫手銬 還徒手壓下車窗逃逸 海峻坦承壓解過程有舒適 壓解的犯人和茶器員的 數量不符規定 使用的手銬也不夠 目前還要再進行地毯式搜尋 要找出這一名逃逸的偷渡犯 記者林醫生 洪俊瑋 宜蘭報導